记者方惠宗台北报道,网络流传一款上头印有法国精品品牌Dior标志与金色国字狗的红包袋被指示Dior专为狗年准备的红包Dior台湾官方经6日表示这款红包根本不是来自Dior,呼吁网友小心别上当。 网络所流传的这款狗字的红包袋来看,引来网友只为无形中的骂人生气,签送了,人也骂了。 Dior台湾官方表示品牌从未推出这款红包袋,以着手追查这款冒名红包袋的由来。 Dior同步释出官方纯洁红包袋,设计上是以一个大型红包袋装在着8个一般尺寸的红包袋。 大型红包袋以金色Dior商标搭配助您狗年吉祥如意字样。 一般尺寸红包袋则有恭贺星级与红包袋封口上的Dior商标等金色字样。 样式简约,风格俐落,正如品牌一贯作风。 许多精品品牌在春节前细推出只送不卖的名牌红包袋,通常谨慎顾客, 因为设计精美,副巧思,重要的是名牌加持,极具独特性,广受顾客喜爱。 网络流传这款应有Dior标志与金色狗字的狗年红包Dior。 台湾官方对此表示根本不是来自Dior。 有了批评网友有效,请别上当。 三设字网路Dior释出官方红包袋Dior提供Dior释出官方红包袋Dior提供. Dior释出官方红包袋Dior提供. 感谢观看